黑衣男子正準備上車 但沒想到下一秒 好幾輛真房車前後包抄 隨機大批便衣刑警 也衝下車將他壓制在地 另一名車上駕駛同樣被拖了出來 白衣男子坐在地上 雙手上鋼 原來他們兩人是販毒集團成員 負責毒品運輸工作 販毒集團就是看準 每次賣場假日人潮眾多 停車位甚至一位難求 把這裡變成毒品中轉站 毒品一致排開總共55公斤 市值超過1億元 兩名狡猾嫌犯 平常都在各地的停車場 進行轉運工作 這幾個月又把地點 改到美式賣場的停車場內 據了解正性嫌犯 害零性嫌犯 會將運毒車輛停在相鄰車閣 在趁採買民眾不注意時 假裝成剛消費完了顧客 將毒品換到另一輛車 製造斷點想要躲避茶器 最後再把毒品送到下游進行販售 專案人員實施多日監控 見時機成熟 持搜索票 當場在停車場內 查獲零性男子 運輸第三級毒品 凱他命55公斤 警方掌握情資大洞肉歹人 及時阻止這批超過1億元的毒品 流入市面 接下來也將持續向上溯源 要將這個販毒集團 徹底斬草出根 紀新聞英海區阿公雅麥 參謀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報紙文